这两位女英雄,林国称之为英雄,中国一将领说,两个剑壁而已,历史终究是人写的在其中难免会掺杂着个人情感,并且万事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。 也许在你看来是错的事情,在别人眼里,却是一件丰功伪据历史上就有两姐妹,人们对于她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。 而我们研究历史,就要从多方面入手言归正转,这两姐妹被称作二征姐妹,叫庄策,于征二在越南的历史记载中,这两个人堪称是女中豪杰,是正义的话身给予很高的评价。 翻开中国的历史大多数的记载,都是这两个人意图造反,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评价呢? 因为二征姐妹曾经领导了越南起义,第一次结束了越南北属时期的统治,对越南而言她们是民族英雄,而对于当时的东汉政权而言,她们就是叛乱分子。 其实正是姐妹的起义也是因为东汉太守,在娇子俊敛贬财过重,导致民怨四起。 当时正是二姐妹的起义是得到大家承认的响应者,颇多正是姐妹的起义在娇子俊开始。 娇子俊当时的太守是东汉朝廷派去的,被吓得逃往海南娇子俊失陷。 娇子俊是什么地方呢?这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中原地区,正值秦始皇一扫六国,完成大义统,意气风发的秦始皇派兵远征越南,并且顺利地将越南中北部,纳入了帝国的版图。 不过秦王朝的统治时间,过于短暂随之而来的是各地不断地掀起暴乱越南地区趁机独立,直到后来又一位千古一帝汉武帝在位的时候,再一次收服了越南。 但是自从秦朝统治期间,越南地区的民族矛盾,就一直存在西汉时期。 有一个被称作交纸的地方,这个地方人烟稀少,几乎没人生存。 为了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中央决定,调集大量的移民前来发展生产。 很多的汉人在此定居当人口,越来越多,自然就需要开垦土地来发展经济。 当地的土地制度被一再地破坏,终于激起了汉人和当地居民的矛盾。 并且汉朝的法律与当地的制度,也越来越冲突在之后。 汉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,与之而来的还有汉朝的封建文化汉朝的探守。 在当地大力推行汉朝习俗,交其更下,别为官吕出社媒乒使之音曲建立学校导致礼仪。 对于当地的很多部落,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 在当时还有很多部落过着刀根火种的日子,特别是越南地区,到处都是原始分林,很是落后对于皇帝法律和赴税一系列的东西。 听,都没听说过。 汉化的越来越严重。 终于,汉人成为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基础。 当地的原始统治几乎分封离析,而张氏姐妹就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势力,相传侦测骁勇善战富有野心。 而张氏的丈夫失所却被当地的太守所杀。 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上面中,国和越南方面,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中国史书记载失所犯下重罪。 太守按律法处死了失所,而越南方面却说,是太守非城的残暴失所是被冤枉而死。 不过无论孰是孰非,都不能阻挡历史的进程东汉时期,政策,朕毕一呼决定起兵反汉。 之后九珍,日南,和普纷纷举起起义的大齐汉朝的驻军,被正式姐妹的起义军打败。 仓皇出逃起义军是如破竹政策,被推选为争亡成为起义军的绝对领袖。 几乎一夜之间,攻起了65个城池,面对叛乱光武帝进行了有效的反击。 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,就是马格果师的大将军马元马元,是一个文武全才。 深得光武帝的喜爱,跟随光武帝南征备战,立下了汉马功劳能力绝对没得说。 马元被称为福波将军,可见人们对于他的尊敬,不仅仅有着出色的功绩。 马元还有着满腔的报国热情。 马元曾经说过大丈夫一力天地间巨王矣,是当马格果师还,更是彰显出了马元的英雄气概。 在叛乱发生的时候,马元在一次领兵出战,带领着两万汉军浩浩荡荡的向越南进发,并且带领招数不清的车船。 水路并进,一举斩首数千人俘虏叛军数万人,取得了大胜马元,果然不负众望。 作为先锋军,为后来的军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 在对抗骁勇善战的二征时,更是势如破竹江二征的,军队逼迫在了锦西这个地方。 但是在行军过程之中,还是遇到了不小的困难,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汉军寸步难行,并且这个地区炎热潮湿,给生活在北方的汉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 恰在此时还爆发了可怕的危疫,加上许多士兵都思念家乡各个的都打不起精神来。 然而此时马元却出奇的意志坚定,马元到处收集粮食,打算死守在锦西地区争士姐妹,没想到面对如此的天灾,汉军还不退却,并且切断了城内的供给缺水缺粮,不得已只能率军进行突围。 而汉军早已做好了,万全准备。 马元曾对二征说道无知见弊,也想抗拒天朝,今日还想求生吗? 在实力上,汉军始终抵不过强大的汉军最终二征被杀,马元平定了起义,并且在边乡设立同住,尚书同住折交止灭。 这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,是莫大的羞辱,不过又没有实力擅自拆除,只是每次经过的时候,都用石头砸一下。 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了小山丘,可见当地居民的愤恨之情历史上的这两个女人,她们被称作英雄她们同样被称作叛军两个人,虽然死在汉军的征讨之下,却一直受到了广大越南民众的喜爱。 甚至在越南地区,有许许多多的祠堂,用来供奉着他们传说英历二月初六,是他们叙事的日子。 这一天很多的越南民众自发的前往祭殿越南对于这次战半野,一直是做齐齿大辱,却无力反击,直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大乱。 越南再一次趁机独立他们,将一切的反汉实力,都是做正统不过再怎样否定,也不得不承认汉朝的强大实力,使他们无法抗衡的一个善于旺季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。 请关注公众浩镜说历史Ginsuolish,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铭记每一天。